韓國的 和謝國良兩個在車上 一直在騷擾啦 其實國民黨都沒太過 你什麼人沒找 你去找韓國的 沒有頭髮的那個 那就是以前在高雄做市場的時候 上班沒有認真 說話好小白菜 要表演 而且還把高雄人放實去選總統 我還要求人家光照的韓市長 韓前市長 那邊那個頭髮稍微看 比較有頭髮那個 那個是什麼 那個是在這個街人 也做一樣差不多的事情 只差沒有去選總統而已 這個沒有頭髮的人找另外這個頭髮 沒有人這個人 兩個人在騎台 這個外面真的沒看到 人看韓國瑜的這個面子 他聲說 呼籲大家要投下這個不同意票 為什麼呢 因為要為國留彩 我就想說 你在說什麼鬼話 韓先生一個上班不認真 然後被高雄市民罷免的 這個叫廢彩 那在基隆 一個連台風天都不會開 還叫市女朋友上班 還把這個錯誤推給中央七項局的 這個叫蠢財啊 廢財 幫蠢財站台 還跟基隆人說 為國留財 拜託 這是天大的笑話 各位 四年前為什麼要罷免 那時候當然有很多的故事 他亂做了很多事情 然後這個愛說謊 愛跳票 這些都是可能是我們罷免韓國瑜的理由 但是有一點很重要 我去外面跟朋友說到高雄的時候 我真的覺得很減少 現在大家想一想 這兩年來 全台灣各地或你的朋友 在討論基隆的時候 你覺得臉上有光還是無光 這個就是我們罷免謝國梁最好的理由 各位我們在場所有基隆的鄉親 大家安安 大家好 明天在這個時間 好多了嗎 好 來贏了嗎 好 叫更多人出來投票了嗎 好 好 我來煮一個 白飯之後過了更好 品質更好 名聲更好 生氣發電更好的地方 叫做高雄 我希望 我的高雄有閉合這個故事 可以在明天發生在 在我們基隆好不好 今天播的時候 我來嘛 我就看到新聞 有那個外面 韓國的 跟謝國梁兩人在車上 在在掃街 按照我們傳統的這個 這個選舉的部署 這個叫做大咖掃街 但是國民黨都沒太過 你什麼人沒做 你去找韓國的 你知道那車上的外面多好笑 我會不會在海洋廣場有說過 有聽過的朋友先不要破梗 那兩個人在車上 在掃街 對不對 兩個人在掃街 那個外面就是什麼 你看 你看 那個 黑頭髮的那個 那就是以前在高雄做市場的時候 上班沒有認真 說話好笑 北燦 要表演 而且呢 還把高雄人幫忙去選總統 還要叫人家高雄的韓市長 韓前市長 你看 那邊那個 頭髮 比較有頭髮 那個 那個是什麼 那個是 這個街人 也做一樣 差不多的事情 警察不去選總統而已 那些人現在 找 一個沒有特色的人 找另外一個特色 也沒有認真的人 那兩個人在那裡騎台 這個外面 真的沒看到 不成才的人 在幫不成才的人站台 這畫面能看嗎 你也把他罷免掉好不好 好 好 看韓國瑜的這個面子 還有要寫一個文章 他寫說 呼籲大家 大家要投下這個不同意票 為什麼呢 因為要為國留財 我就想說 你在說什麼鬼話 韓先生 一個上班不認真 然後被高雄市民罷免的 這個在我們高雄 我們稱為什麼 如果要用財的話 這個叫廢財 那在基隆 一個連台風天都不會開 叫市女朋友上班 還把這個錯誤 推給中央七項局的 這個叫蠢財 廢財 幫蠢財站台 還跟基隆人說 為國留財 拜託欸 搞什麼鬼啊 這個是不是最好笑的笑話 這是天大的笑話 各位 所以這種市長 找這種藝長 來騎台 我們把伯母也是 剛好而已 我也要跟大家說 其實我是怎麼 差不多四年前 我已經很久 忘記那個罷免那個感覺 大概四年有了 四年前為什麼要罷免 那時候當然有很多的故事 他亂做了很多事情 然後這個 愛說謊 愛跳票 甚至說他對高雄 根本不了解 他根本不適合在那個位置上 OK 這些都是可能是 我們罷免韓國瑜的理由 但是有一點很重要 我去外面跟朋友說到高雄的時候 我真的覺得很減少 我現在 大家想一想 這兩年來 全台灣各地或你的朋友 在討論基隆的時候 你覺得臉上有光還是無光 是不是臉上無光 是不是覺得很丟臉 是不是覺得基隆 好不容易過去在 林佑昌市長任內 好像慢慢的翻轉 我們過去那樣子 一個 一個非懵懵的港灣城市 就是那個印象要往更進步的城市發展的時候 突然 哇好像又重重的摔到地上那樣的感覺 那這個 就是我們罷免謝國良最好的理由 國民黨每一個來站站台的大咖都問啊 為什麼要罷免他 韓國瑜今天講什麼 他說 他有貪忽嗎 不見得啦 他有貪忽嗎 他說他有貪腐嗎 他有做不好嗎 我跟大家講 要罷免謝國良 不需要什麼太高深的理由 你只要讓我們的故鄉 蒙上一層陰影 你只要讓我們在地的基隆人到外面的時候覺得很丟臉 你只要讓我們感覺到故鄉沒有再進步 這些通通都是罷免謝國良的理由 大家說對不對 今天 會保護在海洋廣牽守護基隆的牙齊節 大家都有來 沒有來的牙齊節 沒有來的 回來的名字一人三十票 有來的十票就好 但是這樣夠嗎 不夠 這樣絕對不夠 所以拜託大家 我們今天這個晚會結束之後 回來之後 拜託 跟你的親近朋友說 明天還有一天的時間 他要搭高鐵的 他要做火車 他要怎麼樣 不管 請他回來為我們的故鄉投票 大家說好不好 好 他如果問你是怎麼要投票 罷免謝國良 你要怎麼跟他說 你可以在網路上找到很多罷免他的理由 但是 一個最簡單的理由 你敢有愛這個地方 我不是說謝國良 是說你們 你敢有愛這個地方 有 你敢有愛自己的家 有 你敢有愛自己的家 有 謝國良把這個地方 攪到 我們就不會算 對不對 我們明天就把兵打 對不對 所以明天 拜託所有的 我們的基隆 還有在外縣市工作的朋友 請大家 一定要 一定要 回來為自己的故鄉投票 投錯票 選到不對的人 這不是什麼建設的事情 你看隔壁台北市就好 台北市連把變 誰 誰 都沒有像你們一樣 這樣 但是 如果我們好不容易 有這個機會 我們正處都可以來投票的時候 是不是每個人 都要來 補一個 再一次的機會 是 高雄人 載高 基隆人也做得到 對不對 是 我們共同為我們基隆的民主 騎出來投票嗎 好 希望明天 晚上的這個時候 我們的基隆的雨已經停了 我們基隆籠罩在基隆的頭上 兩年的烏雲也散開了 我們希望我們的民主 是灑在這片土地上 我們希望我們的基隆 是一個大家 嘴巴笑開開 大家的臉上 都瀰漫著幸福的笑容 的一個這樣的一個城市 我們共同來發表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